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霸气仲裁 欢迎来到策略主播间下午后 谢谢唐唐 欢迎霸气仲裁 欢迎霸气仲裁 我的妈呀 一会会不会下暴雨 我今天晚上咋办用 我还没去买菜 还没去买菜 说说该买个外卖提前买那 不然的话晚上吃嘛 了解 感谢观看 腿你都没有了 对 我的腿是小时候出车祸受伤的 哦对哦 水龙 水龙你是哪里的 不说话吗 你是哪里的 我是四川成都的 这两天在景南退店 我用的苹果几 这个是苹果 就是这个 这个是苹果几 小的小的好像是 12吧还是11 12好像是 好像是12 就是 用它的唯一目的 就是小巧 我一个一个手就能拿手里 比较小 早上明珠 打开看看配置 怎么看 我都忘了 这手机都好多年了 这手机都好多年了 看看配置 控制中心还是通用 关于本机 哦1212 12 mini 12 mini 荷兰地球中心 郑州 对吧 是不是郑州 是不是郑州 我之前在荷兰桑丘 我之前在荷兰桑丘工作 地球中心是不是郑州 看看电池桌上 怎么看电池 看电池跟上 还有这么多 我对手机 我对 我对手机好像 中午没有剩菜吗 我 我 我那个 中午煎的鸡蛋吃 没吃早饭 中午煎的鸡蛋 我看电池效率多少 我看看 80还是90 还有这么一说吗 上次 健康 84 最大容量84 是不是不值钱啊 郑 将就用 将就用 我不挑了 能打通电话就行 能打通电话就行 你好 将就用 将就用嘛 反正 我是边充电边用 看看你的手机壁子是什么样 看哦 没有我我我我不喜欢花里胡哨的东西 我手机壁子就这样 不喜欢花里胡哨的 越简单越好 简简单单的 别花开你 你这是在夸我吗 你走路怎么走 可以跳着走 可以竹拐走 也可以蹦着走 也可以穿甲子走 不能充电玩 我一般玩不充电 我是 就是玩游戏 我不充电 看视频什么的 我边充电边看 看看甲子 还有什么看 这 甲子在这里 看到吗 我的 我的 我的甲子 我的甲子上面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 可能是以前用胶布 粘 粘甲子 把这个脚 都粘了个 就是我的甲子 看看你的手机壁什么样的 看到吗 看到没 手机壁就是这样的 你怎么这么关系 你很喜欢这个手机吗 卖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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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换个华为 这是 这是我的甲子 花多少钱买的 你是说手机还是腿 腿我忘了 腿我真的忘了 甲子多少钱 真忘了 手机也忘了多少钱 反正不是 不会太贵 也不会太便宜 就是手机的价格 甲子又真忘了 就知道这个这个脚贵 这个这个脚贵 就是这个 因为这个这个脚是可以调根的 这个这个脚是可以调根的 就是穿高跟鞋就调成这样 你看它的 它这个就下来了 然后然后这样一背 它又回去了 就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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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贵在这个 它可以调根 可以调根的 是不是医院买的 甲子吗 哪要的呢 几十万呀 肯定没有几十万 因为我要有几十万 我要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钱 我要 我要有几十万 我 我 我还需要玩甲子吗 对不对 直接找个人背我了 对啊 我用了从事黑色的手机壳啊 我喜欢简单 我 我不 我不喜欢 你们有没有发现我的指甲 我 我从来不做指甲的 我从来不做眉甲 我喜欢 我喜欢比较简单的 简单一点 我头发也不染 我也不染发 不做指甲 因为我喜欢简单的颜色 我喜欢比较 你看我头发也不会 说今天烫个卷 明天剪个什么呢 站起来看看 那可不可以鼓励鼓励啊 对不对 求鼓励 只要好 对 佳琪说 好打电话就行 对 佳琪说的对 我看你会不会有点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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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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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 me 杨茜茜 就会聊着些怎么回事啊 怎么的 等一下我们开一下灯哈 我们知道天黑的太厉害 你就是说很困扰很多事情都记得很清楚 你见了我都干什么 那你肯定现实中很 身世肯定就是睡眠不是很好应该 因为一般像我们这种撒尸迷糊睡的 我说实在我连我十六七岁之前的记忆都快忘了差不多了 我都只记得一些比较重要的片段 你们是不是 我都只记得一些比较重要的片段 但是你说就是特别详细的哪天怎么样 每一天怎么过了 那我连十年前我都记不得了 真的 就是就是连 那就连十年前都记不得了 对 从记事去就一直叫 是等 是等 因为小时候的事情我们 谁也谁也就是说做不到就是全记得 我不知道你们你们记不记得好 我是不记得的 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 我是不记得 我是完全有点 属于是那种懵懵的 一般记忆都是滚流水 而且模糊的 对 对 佳琪说的对 就是 心里面自卑吗 还好 还好不是特别自卑吧 不是特别自卑 我属于是那种就是 我这个人性格就是 嗯 你愿意理我我就和你多说两句 你要不理我 也打击不了我吧 我也懒得你 我就属于这样的 就是 愿意理我 我就和他多说 不愿意理我我就 我也不会伤心难过 嗯 我不会放心上的 因为 因为放心上太累了 放心上太累了 这哥们好像心里自卑似 这倒也不是说 这就是真的 一些事情 能让自己简单的就简单一点 想那么多干什么 没那么多 就是 需要我们随时去想呢 想太多了累 真的 想太多了累 嗯 嗯 想太多了会赢 是不是五文卷调查开始 没有 我说你多大税数 我说我29岁 他们说我39岁 要不我说我59吧 反正早晚都得到那个年龄 至于能不能活到的年龄就看命 嗯 你说现在咱们吃了东西 不是蜈蚣害的 对不对 各种短基因什么的 暂定59吧 能活到59再说 有没有对象 没有 你们给我介绍一个 59号明年就退休了 对 哎 哎 阿拉雷说的对 阿拉雷说的对 明年就可以退休了 其实我们 我们残疾人还好 残疾人要提前退休 已经退休了 咱俩交个朋友 你打算怎么交房 你打算送我一个啤酒交朋友 还是送我一个去你进门交朋友 还是送我一个喜欢你交朋友 啊小狗狗 咱们咱们这朋友要交声眼浅还是交钱眼神 说了你个喜欢 我没看到 回答我一下问题吗 你问了啥呀 是不是被屏蔽了 我没看到你打针 我刚才看到你打针 到底是想交钱眼神还是交身眼浅 嗯 这个这个我觉得我觉得交朋友还是还是得看 身边有没有朋友 我身边 你是说什么样的朋友 女性朋友很多 男性朋友几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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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朋友异性朋友几乎没有 女性朋友不少 这个大 大哥问卷调查也不有几页 没看啊没看几页 没看到他 没没看到我也觉得不多 他还没有问我你还收入多少 我做什么呢 喜欢吃什么 嗯 对什么过敏 手下我肯定对青梅树这些抗生素不过敏 因为我的腿肯定当时用我不少 要过敏你们也看不到我了 你别急应该快到了 不急不急慢慢聊嘛 主打就是一个聊天对不对 不过是聊个天而已 慢慢来慢慢来别着急 喝口水 喝口水 因为现在我下午嘛 下午我没有邻居们还没有回来 我聊天可以大声点 要晚上的话 我在这聊天 昨晚有个小姐姐说你喝酒了吗 我说没有 他说你没喝酒 你说话声音怎么那么小 我说我怕瞅着别人 我怕瞅着别人 下午我还能大声点说 不急不急 欢迎688平台会赢小哥哥 欢迎来到菜直播间 下午好小哥哥小姐姐们 欢迎来到菜菜直播间 咱不急咱们有问题慢慢说 咱们有什么问题慢慢讲 开心快乐就能长寿 管他长不长寿短命的 高兴就好真的 我们的一天 就是我也不要去追击 就是不要去纠结能不能长寿 或者是能怎么样了 下午好小哥下午好 下午哪是上午 下午不要去纠结这些问题 咱们现在最主要就是 嗯 要高兴你看你看这两天那个 就是那个饭 饭茶饭茶 就是 就是那个金融茶金融茶 在我们茶层弄得好厉害哦 还有拉着道理 所以说我说啊咱们高兴就好 真的 哎 我就我就不能理解你说好好的一个吃的东西 进口的一个喝水泡水喝的一个玩意儿 非得被他们炒成那个金融 非得被他们搞成就是那个 好像就是 就是 就就跟股票一样的那种感觉 哎 结果就是 几家欢喜几家丑 我看 我看就是 反正好多人围了 还有好多 把钱还给我 事办完了吗 嗯应该后天回去 办完了差不多了 明天明天上午再谈谈 明天上午把那个租金什么给人结了 然后让房东外收房 收完房就回去了 后天 我的意思是说 你腿残疾如果没人和你玩 如果健康人 他会离你而去 你离开就离开呗 要走的人留不住 装睡的人叫不醒 我连我自己都照顾不好 我为什么要去考虑谁要不要离开我 对不对 你要相信就是世界因你而在知道吧 我与其纠结谁离不离开我 我还不如纠结我今天 我自己玩的害不害 没有腿 那个腿残疾 其实我们人的一生 我是这样想的 不一定就是 腿残疾就不能怎么 我们人的一生丑太百出 生老病死都是丑太百出 不止残疾 所以说一些事情完全得靠自己想得开 自己想不开 那你就是哪怕就长八条腿 你不快乐还是不快乐 对 红日哥说的对 开心快乐活好每一天 不要去 我为什么要去纠结 就是别人怎么怎么我远离我 要走走呗 我离开谁不能活呀 我从我 我从我娘胎肚子里 我从我妈肚子里出来 你还粘着旗带了 旗带断了 我不还是捡了 我还不得活的吗 对不对 世界因我而存在 不是不是我 要去迎合谁 谢谢一帆风生 真的 我不会纠结 谁会离开我 我 我也谈过恋爱 我这一辈子吧 我也谈过对象 找过男朋友 也被甩过 被甩过 被看不起过 甚至被男方 男方家长要求就是 明明他两个儿说是给我家上门的 要求就是让我爸爸 让我爸爸在他们的城市买 按揭套房 凭什么 我爸说你儿不是给我上门吗 那在我们独家宴买房啊 不行 得在宜兵 得在他们的城市买套房 那叫给上门啊 不就欺负我一条腿吗 那拜拜就拜拜 下一个更乖 我多大了 我二十九了 谢谢关心 我二十九了小哥哥 你说是不是 我不会因为我的腿而去纠结 谁爱不爱我 在不在乎 我刚刚说 就像刚刚阿拉雷小哥问我嘛 他说 你以后找男朋友 你会记 就是说 你会就不纠结他是爱你的腿 还是爱你的 人 我说 我我连他纠结 爱不爱我的性别 我都不在乎 就是说 爱我的腿 是爱我的人 我不会纠结这些事呢 真的 我与其纠结那些 我还不如想想 我今天早上吃好了没有 我今天中午吃好了没有 我今天晚上我该吃点什么 我开心才重要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的 没有成家的 没有成家 我会幸福的 我相信 就是我这辈子 能找到就找得到 能找到一个伴侣吧 也不是说 我我以后 对于我这个快三十三十来岁的人了 我找的不是说 我不是找爱情 也不是找我 我就想 以后我找我也会找个伴 他爱不爱我不重要 但他适不适合我 他负不负责任 这是最重要的 有有的 其实我非常佩服有的就是我身边朋友他们的夫妻感情 他们夫妻可能不相爱了 但是就是我的闺蜜他们 他不会 他和他们两个他们不会就是说 动不动就是打架 吵架 离婚什么的 不会因为他们还有个孩子 他们是对他们的孩子负责的 我我其实我希望我以后找对象 我就找个这样的就行了 对家庭负责 不要干什么杀人放火的事 不出个热事 对不对 然后就是对孩子负责 对家庭负责 对家里老人负责 对就是说 自己该做的事情负责 我觉得这是非常合适的 至于说找个爱不爱 你说 我 说句笑容点话 我爸爸和我妈妈 我爸爸和我妈妈 现在我就不信我 我爸妈是他鸟整天抱在一起啃 不可能 他们能不鸟 他们能不鸟 无相宴都不错了 都脸上都长上皱纹了 牙都掉了 该掉的牙也掉了 皱纹给长了 他俩还抱一起 老公老婆我爱你 我是没见到的 但是我发现 我从我爸妈身上看到什么 谢谢 谢谢 我从我爸妈身上看到是责任 他们对我的责任 我我就是我回锦南来了 我爸妈会送我 送我到基层 我回去了 我爸妈会一起来接我 我回家了 就是我父母都在我身边 给我做一桌子菜 而不是我爸找一个 我妈找一个 这就是责任就行了 为什么非得去纠结 爱与不爱 我说了有点多了 这是我的想法 可能是他们说 之前我一个就是我师父嘛 实际上他他还是就是 禅修的那种 他就说 丫头你这个想法不对啊 你怎么这么小的年龄 你就把这些看到这么那个 我说没办法 我我就是看的比较明白的 我是看的非常明白的 你说要现在让我去找真爱 是什么 是什么